第1001章超乎寻常的石片 穿过风雪交加的街道 阿琪玛再一次踏进了吴东的城堡区 虽说在入夜后召唤她过去 有些不同寻常 但出于对温蒂的信任 她还是同意了此行 并将想要一起前往的多利斯留在了屋里 万一发生 什么意外的话 至少不会波及到她的伙伴 站在城堡大门外 阿琪玛不由得紧了紧衣领 等吗 温蒂笑着看了她一眼 放心 进去后 你很快就会脱掉她的 等等 脱 难不成陛下想谈的是 是 请进 温蒂大人 就在她惊疑不定之际 大门忽然缓缓 向两侧打开 清卫向两人行礼后 做了个请的手势 陛下此刻正在书房中 我还有职责在身 就不带你们上去了 辛苦你了 温蒂点点头 拉起阿琪玛的手 带着她走进了城堡 刹那间 一股暖风驱散了所有风寒 将她浑身包裹起来 原来 这就是暖气吗 尽管她知道 高档次的房屋中 备有这样全新的取暖设备 无需明火 便能保持温暖 但真正体验时 依然感到了一丝震撼 城堡里来回穿行的 侍从都穿着好看 且轻便的下装 单衣和长裙随处可见 而在餐厅一角 不少女巫甚至没穿鞋子 光着双脚在地毯上 跑来跑去 一起秋季时的光景 现在反倒 更像是夏天 这让她再次怀疑起 自己的那个猜测来 她果然是为了享受 还把吴东城建在此地的 而一旁的温帝 已经脱下了外套 并朝她眨了眨眼睛 不脱的话 很快就会出汗哦 到时候再出去的话 被寒风一吹 一不小心 换上风寒就麻烦了 我 我知道了 阿琪玛有些僵硬地解开衣服 并不由自主地 朝对方胸口望了几眼 她的虽然不算小了 可在温帝面前 仍然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陛下真有那种想法的话 怎么也不可能找伤自己吧 怀着这般自嘲的想法 她随温帝登上三楼 进入了领主的书房中 陛下 阿琪玛来了 向您致敬 陛下 阿琪玛弯下腰 用余光依次扫过房间中的人 最后落在了书桌后方的 一名灰发男子身上 对面这位便是灰宝之王 她意识到 以前还未脱离沉睡魔咒时 只在宴会上 远远看过她的身影 如今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 首个映入脑海中的感受 便是 灰宝之王也太年轻了点 不到三十岁 便击败其他兄弟姐妹 挫败教会 直接干净利落地 将所有王国领地收入囊中 这真是她这个年纪的人 能做得到的吗 她可以公然对提力提出异议 却无法拿同样的态度 来应付对方 一旦离开吴东城 沉睡魔咒便与他们再无瓜葛 可除非大家逃离汇宝 否则在王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将受到这名男子的管制 即使他一个人不具权威 也不能不为多利斯他们着想 不必多脸 国王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平和 事实上 我早就想见你一面了 悬在晚上也是迫切之举 因为你的能力对王国来说意义非凡 既然时机已到 我连一天都不想再等待下去 阿琪玛有些讶异地抬起头 您的意思是 您想要招募我 而且似乎还是特殊招募 对于需要用到能力的工作 与物联盟开出的价格 往往都要更高一些 不过他说的时机 又是指什么 没错 一份固定合约 报酬亦十分可观 博兰举起茶杯喝了一口 每个月两枚金龙 直到你完成任务 事成之后 再奖励五十枚 你觉得如何 阿琪玛心里不惊一跳 不谈那笔奖励 光是每月两枚金龙的薪酬 就已经跟沉睡魔咒的补助持平了 如果有了这份收入 他不仅可以独立解决生活开销 还能反过来帮助伙伴 至于五十枚金龙的尾款 无论是当作离开的资本 还是让找到亲人的白礼 他们买下一间更大的住宅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份招募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 不过长期的流浪生涯 也让他清楚 这世上从来没有白痴的烙饼 而用利益做诱饵 引人掉入陷阱 更是贵族们的拿手把戏 哪怕对方是这个 亡国的统治者 也不能因此放松了警惕 仇金的确可观 但我得先知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才能给出答复 他的能力在荒野之中最为实用 寻找水源 寿巢和果实 都是拿手好戏 可吴东城实在不像 缺这些东西的样子 很简单 帮我找一种石头 罗兰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盒子 打开放在桌上 这对你来说 应该不成问题 我能看看它吗 当然 阿奇马走上前 将盒中之物捏在掌心中 它差不多只有拇指大小 呈薄片状 表面光滑而冰冷 显然被精心打磨过 与其说是石头 倒不如说像一块特殊的硬币 另外 它通体为灰黑色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出彩之处 很难想象 这东西会引起陛下的兴趣 它犹豫了下 如果只是石头的话 我恐怕很难找到您想要的源头 在沉睡岛时 曾有商会委托我 寻找宝石之源 但我的能力 却将它们指引到了灼火群岛上 那里除了干热的硕石外 什么都没有 为此沉睡魔咒 还赔付了一笔出海费用 我猜那些应该是 繁土才对 从成分上来说 确实算得上是宝石的源头 罗兰不以为意地倾笑道 至于你能否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现在就可以试一试 那些黑疙瘩和宝石 是同一种东西 阿奇马压下心中的疑惑 一眼朝手中的石片施展能力 瞬间 一道耀眼至极的绿光 从他手中迸射而出 几乎占据了他的半个视野 其光芒之灿烂 完全不亚于城堡里的灯火 而国王的书桌中 也同样绽放出了一道绿光 他不由地愣在原地 光芒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他不单能指示源头的方向 亦能表现源头的负极程度 大多数时候 他都如萤火一般 粒密麻麻地分布周遭的世界之中 根据不断合并的指示 他便能从一个汇聚点 找到下一个汇聚点 对方将石片的另一部分 藏在桌子里并不奇怪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用来确认他的能力 到底能否行得通 但令阿奇马惊讶的是 光芒的强度 这意味着 他手中这块不起眼的石片 以及仍在桌子里藏着的 都属于源头级别 这么小的源头级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但怎么可能 为前往沉睡岛之前 他曾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过一枚金龙 当时便想过 利用能力 来寻找更多不慎遗失的钱币 虽然这一想法 最终没能实现 毕竟 无主之才少之又少 大多数指向 都来自他人的口袋 就算知道 也无可奈何 不过也让他探明了 附近的源头所在 当时反应最为强烈的 无疑是领主城堡的 地下金库 可即使是和那样的光芒相比 这道绿光 也毫不逊色 难道 这东西的稀罕程度 比黄金还要高出数百倍吗 第1002章 时间禁竹 过了许久 阿奇马才深吸一口气 指向罗兰的书桌 在您的抽屉里 应该还有一块相等之物 完全正确 对方露出满意的笑容 随后将另一个方盒 也摆到了桌上 不过 我有些好奇 为什么你会称 它为相等 而非相同之物 因为 两者的反应不一样 虽然都是源头级的 但第一个更为强烈 阿奇马将自己看到的景象 描述了一遍 那么你能找到 第三件相等之物吗 请容我试一试 他潜下心思 再次感受手中的那道绿光 由于之前的目标过于接近 让他忽略了其他指示 凝聚精神后 阿奇马很快找到了 另外三条延长线 它们分别指向东 西 北三的方向 这意味着 目前至少有三处源头 大于他手中的持有物 不过令他费解的是 那些指示线 虽然看起来很粗 却是由无数道光芒暗淡的 细丝组合而成 将能力的回馈消息 告知陛下后 对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也就是说 在未抵近源头之前 你无法知道 它到底有多远 是 那么先向东 再向北吧 罗兰很快做出了决断 西面要进入蛮荒地 危险太大 过到海边 还未寻得源头的话 再转为北上也不迟 阿奇马犹豫了下 还是问出了心头的疑惑 地下 这东西 比黄金还要贵重吗 它不是战斗女巫 保护自己的手段极为有限 如果这玩意 真有那么贵重 一旦消息走漏 没法完成任务不说 恐怕连它的命 都要丢在路上 大概是看出了它的担忧 年轻国王笑道 事实上它既珍贵 又分文不值 对于不理解它的人来说 就只是一块 普通的石头而已 毫无观赏性 也没有任何作用 但对于我而言 它的价值远在黄金之上 也是开启 璀璨放射任务线的 关键钥匙 璀璨放射 那是啥 阿奇马发现自己 像是听懂了 但仔细一想 又什么都没明白 不过考虑到路途的 不确定性 我自然不会让你 一个人去寻找 罗兰 指了指身边的一名 亲卫 他叫肖恩 是你此行的保护者 除此之外 还会有一支 从第一军抽调出来的工兵队 同你们一起上路 此次任务 已找到源头为第一优先 因此 但凡需要其他领地官员 配合协助的 你都可以让肖恩去办 您是说 让那些领主为我办事 阿奇马惊讶到 有何不可 罗兰怂怂间 他们现在已不是 过去的一地之主了 服从中央的命令 正是他们的分内之责 他微微一顿 由于源头寻找时间 可能会拖得比较长 所以 薪酬可以先预之三成 余下的 则每月发放一次 这便是合约的全部 那么你的答复呢 阿奇马想了想 一下 您能将 这些薪酬 都发到多利斯手中吗 原则上没什么问题 对方挑眉道 如果你希望如此的话 那我接受这份工作 他公身行礼 明天一早 我就能做好出发的准备 虽说仍多许多不明白之处 但至少 他不用再为生活的窘境而烦忧 另外 该任务也看不出 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何况有第一军协助的话 顺利找到源头 不过是早晚的事 那么加上50枚金龙的奖励 伙伴的生活 亦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向多利斯分享 这个好消息了 如此就好 罗兰站起身道 那么 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等 温蒂送走阿奇马后 他回到落地窗旁 望着夜幕下的城市 长出了一口气 终于开始了 制造太阳嘛 夜鹰从迷雾中现出身形 总觉得提到这个 你的干劲 就特别足来着 因为这是一条烛火之道啊 罗兰感叹道 从这一刻起 人类便走入了一个新时代 从仰望太阳 变成了雨光争灰 对我来说 恐怕没有什么 比这更浪漫的事了 他转过身 只向头顶 你有看到一个 黄色的感叹号吗 夜鹰笑着摇摇头 我只看到了一个 自说自话的 梦一者 嘿 罗兰差点没被口水呛到 喂 说得这么直白 真的好吗 我可不想在你面前说假话 对方偏开目光 装无辜道 罗兰又好气 又好笑地瞪了他一眼 尽管知道夜鹰 在半开玩笑 不过在未造出 真正的成品前 这恐怕也是 大多数人的想法 甚至他自己也不清楚 这个计划能否成功 如果没有女巫 他肯定不会产生 这方面的妄想 后世的曼哈顿工程 所耗费的资源 人力和财力 足以拖垮一个大型国家 想要从零复制起 无异于吃人说梦 可借助魔力的话 太阳的距离 并非遥不可及 更何况他的特点 便是投入极小 主要任务 都集中在几名女巫身上 轰手搓核弹 在另一个世界是笑话 但放在这里 居然还真有几分可能性 因此作为预言计划 他完全可以 和现有的几大工业项目 同时进行 即使失败了 对自身也影响不大 事实上 从路西亚成年日进化的那一刻起 他就有过这方面的准备 借着搜集完整元素 周期表上对应元素的机会 他委托首席炼金师凯末 斯锤尔从一大堆 分离出来的单制中 确定了油的原始样本 并妥善保管起来 油在自然界里 可以说是广泛存在 除开油框外 花岗岩 没 摆至海水中 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只不过 以常规技术手段而言 没有开采价值罢了 而路西亚的能力 直接跨过了分离 提纯门槛 只要有样本 他就能一点点 将微量油元素聚集起来 从而满足原料的需求 在会议上的那番壮志豪言 更多的是为了 振奋大家的士气 可有一些话 他却藏在了心里 与光真辉的浪漫 只能算半个原因 如果不是生死关头 他还没下定 将这一计划 付诸实施的决心 可从高阶魔鬼那里的消息 他意识到 或许人类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魔力的尽头 在哪 全然不知 对于这种 根本不讲道理的未知力量 他并不敢有一丝小看 魔鬼的进步速度 让人瞠目结舌 原由居然是 夺取传承后的升格 艾格莎的固守提议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个最大的漏洞 那便是把时间 交给对方处置 联合会之所以惨败 也正是忽略了这点 若第三次神异之战中 魔鬼和深海怪物之间 奋出胜负 再得到一次升格 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既然敌人能通过 如此匪夷所思的方式 用魔力强化自身 他也只有用 另一种不讲理的手段 来作为以防万一的底牌了 第1003章 新的阶梯 表情干嘛那么严肃 叶鹰忽然笑道 其实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会相信了 不过 你得给其他人 一点时间来接受嘛 要不然你说 如果巴掌大一点东西 就能将成千上万的魔鬼 化成飞灰 任谁都没办法 立刻想象得到 特别是看到 露西亚分离出来的食物后 有吗 罗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大概考虑到 人类面临一场 生死攸关的时间禁竹 让他不自觉产生了危机感 不过你说的也是 毕竟在为亲眼见过以前 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他转过身 将那枚毫不起眼的石片 捏在手中 这便是烛火之路的开始 提纯过的金属油 单靠几句说辞 确实很难 让人把他和真灰之物 联系在一起 银白色的表层 因为氧化而变得暗淡无光 冰凉的触感 怎么看 也和光与热无关 但罗兰知道 只要在合适的条件下 自然便会展现出 他神奇的一幕 为了收集他 会议结束之后 露西亚和斯佩尔 两人在北坡矿山上 忙碌了快一周时间 将矿洞周围破碎出来的 花岗岩分解了遍 为此 女伯爵还颇有怨词 认为 让他在乱石堆里翻来翻去 是有伤大雅之事 并以此为理由 又从市政厅逃走了五名学徒 成果则是这么一小片 比起 最初当作样本的油块 这枚拇指大小的金属 由纯度高达九成以上 并在露西亚的调整下 划分为两层 一侧表面 唯有235 剩下的唯有238 成分比例为1 99 而这也是自然界中 两者的天然占比 换句话说 石片表层 纳不到一根头发丝厚度的油元素 已经可以被称为武器级 作为近乎稳定的核素 无论是占绝大多数 却无大用的238 还是能用于制作终极武器的235 其半衰期都以10亿年纪 如此漫长的衰变期 加上衰变时主要释放出 Alpha粒子 在人体组织中的射程 仅为几十微米 甚至连表皮都无法穿透 因此 即使握在手上 也不会受到致命的外照伤害 当然 这不代表直接碰触高浓度 又是绝对安全的 毕竟衰变产生的部分 Alpha核素 可能存在剧毒 粘在手上 再吃进肚子里就麻烦了 因此 罗兰让索罗亚在石片 包裹上了一层透明的膜 除了防止它进一步氧化外 也是为了避免化学中毒的意外 要知道 这个世界大多数人 都没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它打量着掌中之物 心中不免 有些感慨 这片 蕴含着莫大能量的金属油 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掌心里 在未达到灵界之前 它看上去是如此平和与无害 几乎和繁铁没什么区别 也难怪怕杀它们会 难以置信了 既然如今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那么首要工作 便是收集其璀璨放射 所需的所有原料 阿骑马能通过高浓度油壁 找到纯度 要插上许多的样本 至少证明 用它来探矿是可行的 虽说路西亚日复一日地 在矿山里分解聚合 也能得到足够分量的 油235 但那样 就违背了多项目并行的初衷 在高端金属冶炼领域 它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何况单靠武器集油 是没法造出真正堪用的实弹的 想要让它不变成脏弹 罗兰还需要一种真正稀罕的元素 它通常和油矿半生 含量仅为前者的千万分之一 即使有路西亚的帮助 也需要大量原矿石才能解决 总之 接下来就得看阿骑马的了 罗兰将小片金属油放回盒中 重新锁入 抽屉 接着从一旁的卷宗中 抽出一张未完成的内燃机设计图 摊开在桌面上 尽管在寒风呼啸的雪夜 大多数吴东人都会早早入睡 但对他而言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今天又要晚睡了吗 叶英歪头道 他活动了下颈薄 提起额毛笔 大家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 总不能因为我偷懒 而前功尽弃吧 为了名垂千古 少睡点叫不算什么 是吗 可我听来 至少有一半口不对心呢 可 不是我说啥你都相信的吗 但利用能力来确认你的本心 也是你自己的要求啊 叶英吐了吐舌头 好吧好吧 是我自己想这么做的 行了吧 他无奈道 我怎么都不想输给魔鬼 还有那所谓的神意 嗯 这次是真心话 那我去帮你泡杯热茶 顺便拿点夜宵好了 叶英微微一笑 骨香 烤肉 蜜汁蘑菇 椒盐炸虾 还有提神的混沌饮料 都让厨房来一份 怎么样 喂 你 这是自己想吃吧 罗兰哭笑不得的摇摇头 随你喜欢好了 遵命 我的陛下 他 狡狭到 4日 阿奇马带着那片高纯度的油片 踏上了寻找源头的旅程 罗兰也收到了 市政厅的另一个好消息 由建设部和化工部 共同参与的石油分流塔项目 完成了一号塔的搭建工作 为表重视 罗兰亲自出席了启动典礼 这座高塔 位于赤水河畔 湖东工业区内 塔身接近25米 又是一座集星技术 与心理念 与一身的代表座 铁塔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无非是中间 分隔多层 利用油液蒸汽的不同废点 来分离出不同产品 具体的温度测定 和蒸发量控制 已在实验室中完成 加上安娜的焊接技术 完全能满足简易分流的要求 事实上 油分产品的质量 和它本身关系甚小 小到某些地方 甚至拿砖块垒一个锅炉 也能分流出油来 这让他不禁想起了 小时候的地理书 上面写着 祖国地大物博 什么都有 然而长大后才知道 有是有 但品质普遍都不怎么样 给提炼者平添了无数难题 他发现资源这东西 简直跟长相一样 天生就存在区别 高品味矿产 和低烈矿产之间的差距 犹如天渊 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去弥补 石油也是如此 富含辣 流 无济炎的原油 粘稠得像泥巴 拿火点不燃 不进行深加工 根本用不了 而有的轻质油 例如婆罗洲的油田 基本一碰旧着 抽出来 即可直接拿取荡燃油烧 遍布小半个极难进的黑盒 便属于后者 得知有自喷现象后 罗兰就对这片沙漠之地上了心 而实际证明 从无尽海角收集回来的油料 确实不差 分流后 已基本能满足目前的使用要求 虽然远比不上后世的精炼产品 但它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 该项目真正的先进之处 更多的在于 配套系统与体系设计上 第1004章 眼中的事件 整个提炼区 无论是运输卸货 还是给料收集 都尽可能采用了蒸汽动力 来取代人力 机械化程度 算是吴东城最高的一个 由于它需要吞入 大量的煤炭和原油 因此 厂区从上空俯瞰 宛如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广场 朝北的一端 正对着赤水河 既是专用码头 又是煤炭堆场 数条与蒸汽机联动的 传送带将煤炭源源不断地 运往锅炉房 平行运行的硅整黑线 与周边灰色的水泥硬化地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广场另一端 则用于存放来自浅滩的海运 石油 轨道与往来的拖车 构成了这半边的图景 在煤炭缺乏时 锅炉房也可直接把 未提炼的油料 当作燃烧物 使用 位于分流塔西边的储油仓库 目前已建到一半 如同堡垒般的混凝土仓 一字排开 其粗犷的造型 与和对岸的住宅小楼 格格不入 却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同时罗兰知道 它的技术含量一点也不低 卸压阀 检查窗 输送管 房间电设备 从建造细节 到使用章程 若没有之前化工厂的积累 断然不可能如此顺利 令它颇感欣慰的是 自己只对整体方案 做了最后的审核与批复 中间的设计过程 皆是由建设部 与化工部协力完成 显然矿山 如窑区等工程 让它们积累了大量经验 并大胆地将其应用在新项目上 由于这个时代 尚未出现统一的行业标准 因此从升降机到牵引脚盘 每台机器都需要现场确定参数后 在交游工厂进行加工组装 若没有基本的工学素养和实质水平 两边光是对接 交流都难以实现 普及教育在强制推广两年后 已逐渐显现出了成效 随着过炉的温度不断升高 被加热至蒸汽状态的石油 涌进了分流塔 这一点可以通过塔身上的积雪 化作一缕缕水汽看出来 此刻北风已基本平息 只剩下漫天的飘雪缓缓落下 但前来参观的民众丝毫不所动 他们凝视着这座漂亮的金属高塔 呼出的鼻息和广场上 各类机械喷出的蒸汽 遥相呼应 在这不见阳光的寒冬中 竟形成了一种丝毫不落下风的暖意 好美 伊蒂斯站在钢铁大桥上 南南出生 这里离提炼区差不多有树里之遥 因此人影要稀疏许多 偶尔有急匆匆的路过者 基本也是想要前往高塔方向 除了见证又一桩新奇事物的诞生外 亦是为了能目睹国王陛下一面 不过在经过北地珍珠身旁时 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 朝他和他边上的人看上两眼 无疑在他们眼里 立于雪中的这两名女子 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貌 这不就是个烟囱吗 到底美在哪里 科尔心里富匪道 嘴上却不敢说出来 你想看的话 为什么不和市政厅一道 巴罗夫大人明明安排了更好的位置 陛下眼 这里虽然地势较高 视野开阔 但由于距离颇远 因此看得并不真切 更重要的是 这本是一次同行之间联络感情的好机会 看什么东西 其实无所谓 所有市政厅官员聚集在一块 意义就已不在于观看 换成贵族时代的说法 就好比一场宴会 重点绝对不在于吃的食物上 而在于你交谈的对象 以及结识了哪些新伙伴 对于极为擅长交际的姐姐来说 这些道理 他不可能不知道 明明说好了 让他在市政厅用心磨练 这样的机会 却又故意缺席 有时候 他实在不明白对方的脑袋里 到底在想什么 然而伊蒂斯的微微一撇 便令科尔闭上了嘴 当然是为了你 我亲爱的弟弟 他轻声戏谑道 你真想要以现在的样子 出现在其他官员面前吗 等等 这还不是因为你的要求 在家里穿穿那些衣服也就罢了 结果没料到被强迫着穿了出来 这要是被熟人瞧见 他恐怕就只能从桥上跳下去了 呀呀 都怪自己嫌得无聊 拿着姐姐的衣服上下笔划时 被突然回来的老姐撞见 导致落下了把柄 否则 他又怎么会轻易妥协 科尔正向稍稍表示下 抗议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轻挑的口哨声 他顿时感到脸上一片火热 下意识地拉住衣领 想要将头埋下去 嗯 这可不是正确的应对方法 一只手抵住他的下巴 令他不得不重新抬起视线 接着科尔看到 北地珍珠回过身 轻蔑地朝那名路人扫去 眼神中那份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冰王 连他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只见对方倒退两步 再也不敢啰嗦一句 快步离开了他的视线范围 明白了吧 伊蒂斯耸耸肩 这也是对你的一种考验 如果是正常打扮的话 根本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科尔小声嘀咕道 但你想要参与到正式当中 就一定会发生 类似这样无法抗拒的事情 你唯一能做的 便是接受他 并试着驾驭他 他顿了顿 难道你以为 当时提费科进驻北京时 我是心甘情愿地笑着迎接他的 世间万物都存在不同面 关键在于 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罢了 再说 你轻不自禁去试我的衣服 心里其实也在期待这么一刻吧 科尔不由得一致 姐姐总能把一些 根本不合常理的举动 说得头头是道 这时候选择抢遍下去 只会一败涂地 正确的做法 唯有沉默以待 至于最后一句 他绝不会承认 不过 他之前所说的美 也是因为角度的不同吗 错开话题 问出心中的疑惑后 科尔清晰在对方脸颊上 捕捉到了一抹红润 你还记得 永夜城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吗 呃 他微微一愣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连串画面 壳里面很少有城市的模样 大多数印象都停留在温热的壁炉 卖酒与晚宴上 能想到的 基本全是室内场景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不确定到 看起来比较 宁静 是死记 就好像整个大的都被冰封了一样 伊蒂斯遥望高塔方向 我一直以为 那才是冬季的常态 但现在看来 事实并非如此 他吐出口白气 你现在 看到了什么 大地正在呼吸 而这些雾气 便是他仍活跃着的 最好证明 我不太 明白 这证明自然是可以被人改变的 北地珍珠一字一句 道 人们并不需要看天而活 也无需遵循天地间的规则 被他压制 只是因为自身的弱小 而强大到一定程度后 我们甚至可以改造世界 这样的力量 难道还不够美吗 不过科尔 却看到了另一样更美的事物 说着这番话的女子 宛若散发出难以言喻的光芒 青色的长发 迎着飞雪起伏 胜过任何自然之景 那抹红润 更是削减了几分以往的灵力 令白皙的侧脸 变得无比生动 他心中陡然 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 他想知道 伊蒂斯 康德眼中的事件 到底是什么样的 出 出油了 随着一号塔附近的欢呼声 人群 渐渐骚动起来 出什么了 听说似乎是油 用来炸面饼的 哪能呢 肠子里堆着的是煤炭 又不是肥肉 管他出的是什么 既然是陛下想要的东西 一定意义非凡 所以我们可以庆祝了 是啊 陛下万岁 陛下万岁 很快又有更多的人 加入了欢呼行列 哪怕他们完全不清楚 这座分流塔的意义 也不妨碍在此刻分享这一快乐 轩腾声像浪潮一般扩散开来 短短数分钟内 整个提炼区便沸腾起来 在这样的声势下 令人身畏的邪魔之月 仿佛都褪去了昔日的色彩 望着河岸边升起的黑白烟柱 以及在烟雾与雪花中 如果说盘踞在北坡山上的浓烟 代表着煤铁复合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那么这里 腾起的烟柱 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 即将到来 第1005章 沙之音 哈 欠 当洛家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时 脑袋依然隐隐有些胀痛 他扎了扎嘴巴 唇齿间仍残留着草莓白酒的余香 看来又喝多了 哦 他忍不住从嗓子里 发出一声嘀嘀的乌咽 这样的状态 自打出征归来后 便已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对魁祸首 自然是罗兰 温布顿大酋长 所有参加战斗的女巫 都得到了一笔丰厚奖励 少得为数十块纸币 多得则过百 他作为封县战士 也收获了35块奖赏 换算成金龙的话 差不多有100枚 战后犒赏 这本是尝试 墨镜勇士在神圣决斗上 愿意以命相搏 除了彰显勇武与荣耀外 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奖励 不过女巫联盟里 大家对待奖励的态度 却截然不同 每到晚上学习结束后 城堡大厅中 总会热闹非凡 腰包里有了盈余 他们最大的乐趣 便是掏出纸币 向厨房交换各式各样的食物 然后同众人一起分享 特别是安德利亚 不但奖励最多 组织宴会也极为拿手 这股风潮 甚至可以说 是他一手带动起来的 不得不说 这些漂亮的纸片 仿佛蕴含着一股神奇的魔力 花起来完全没有压力 落家只有在 事后进行换算时 才发觉 一晚上大家的开销加起来 着实有些惊人 但这样的活动 根本停不下来 当女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同龄人之间 如此亲密无间的接触 决意加入女巫联盟后 她很快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和接受 这样的新人 甚至让她有些受宠若惊 尽管墨金沙明中诞生的女巫 被称为神女 受到大多数族民的尊敬 可神女之间 却很少存在深交 毕竟她们是各族 争夺地位的利人 别说一起吃喝了 就连见面 都会提起十二分警惕 当然 虽然大家都有了余钱 但想要尽情畅饮混沌饮料 还是颇有些困难的 因此 安德利亚 还想出了好几个菜牌游戏 赢得喝饮料 输得喝白酒 不准使用能力 手握神石方可参与 然后 她就变成这样了 难道自己的运气真这么差 洛家自然不会承认 所以这一切都是 大酋长的错 如果不是她弄出 这么一个纸币奖励 而是像以前那样发放金龙 她才不相信大家 会如此慷慨地 马上将其用光呢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老女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别忘了 你是来磨练武士之道的 再这样放纵自身 记忆就要荒废了 她就从来没有见过 那些神法女巫 像这样欢庆过 无论何时 她们都是那般 肃穆沉稳 这才是久经时间锤炼的杰出武士 洛家 深吸一口气 套上毛衣翻身下床 打算洗漱完后 去第三边锤城 看看 那里每一个人 都伸手不凡 既然不被允许独自出城 找他们切磋下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刚走出卧室 她便注意到了半张 塞在客厅门缝下的羊皮纸 加入女巫联盟后 她也签到了城堡区的 女巫大楼中 和雪轮同住 不过后者 一般只在必要时 才会睡在这里 因此 大多时候 房间里都只有她一人 所以 这是给她的东西 洛家好奇地抽出纸张 发现 那竟是一封信 揭开 封条 映入眼中的 赫然是父亲熟悉的笔记 我的女儿 在吴东城过得怎么样 没有人欺负你吧 没有北国文书 繁琐的开头与措辞 字迹依旧潦草无比 却在刹那间 让她闻到了一丝 沙漠的味道 她不由地摇起尾巴 尽管离别的时候 洛家已经下定了 决心 也不认为自己 还需要家族的照顾 可看到这句话时 她仍感受到了一份 发自心底的暖意 怎么可能 您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她嘟囔道 啊 想来这句又白问了 因为你是洛家 焚火 黄燕士族的三公主 只有你欺负别人 没有别人欺负你的 对吧 士族成员 如今已从铁沙城 搬迁到了碧水港 并分得了一块 靠近河滩的好土地 虽然不知道大酋长带你如何 但至少在这边 她没有食言 神圣决斗上的 承诺基本都在实行中 只要找粪活干 就不怕饿肚子 因此 迁来的不足越来越多 也为争夺资源 闹出了不少矛盾 不过那些北国人 和碧水女王的做法不同 她们严禁私斗 坚决用北国律法解决问题 效率是低了点 但至少我们不用担心 被当作消耗品 认可这一点的杀民也不少 所以秩序还算不错 除了重建碧水港外 富族还在城外郊区 开坎了许多农田 种植那些通过内核运来的麦子 坠龙岭派了好几批人叫 我们如何挖钩 施肥 收割 不得不说 北国人想要填饱肚子 真是太容易了 我们辛辛苦苦 才能从绿洲收集到的食物 他们轻轻松松就能种出来 还比我们多好几倍 现在大家过得 几乎就跟北国人一样 我不是说这不好 但不用去狩猎那些狡诈的猎物 活练自己的意志与力量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的女儿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些问题 您应该去问大兄 才是 洛家撇撇嘴 接着往下翻看 说完这边的事 就该谈谈你了 如果 我是说 万一 大酋长若带你还不错的话 你不如就找个机会 向他表露侍奉之意好了 听说北国贵族喜好众多 说不定他就是那种 老女顿时翻了个白眼 好吧 收起爪子 我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一起这个 其实我更想知道 你的身手精进到何种程度了 遇到那种可怕的敌人了吗 一起刚离开的时候 你应该以大有掌尽了吧 但要记住 无论何时 都不要急躁与盲目 永远别忘了自己所追寻的路 看到这一段 洛家只觉得脸颊一腾 害臊得几乎 想要埋下头去 魔鬼的确是遇上了 还跟他们爆发了一场大战 但他的作用基本为零 原以为封线是最早 接触敌人的部位 结果未撂到对方 根本没能逼近到阵地三百米内 除了被一根古怪的石柱 弄得灰头土脸外 他连敌人的面都没见着 早知道是这样 他怎么都不会选择待在前线了 好歹后方的火炮营地 还算打过一场呢 除此之外 大酋长为他打造的特殊火器 用起来也非常不习惯 威力的确惊人 可他总觉得 这并非他个人的力量 既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掌控 也不会随着磨练而不断成长 很难把他和一门武器联系在一起 加上想到战后的放纵 国家不禁更为心虚起来 如果不是姓的末尾 还有一小段 他几乎都想飞奔着去第三边吹城了 然而最后这部分内容 却让狼女皱起了眉头 对了 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 我打听到 铁沙城最近不太安稳 人为牵走的大士族 似乎对大量沙民 离开银川绿洲 感到非常不满 但具体的情况尚不清楚 至于要不要跟大酋长说 就由你来选择了 如果他因为你的模样 过分苛责你的话 让他吃点苦头 也是正常的 不是吗 这个问题几乎不需要犹豫 国家收好兴旨 推开房门 正打算先去城堡一趟时 恰好看到温帝出现在走廊一端 他匆匆上前行了个礼 请问能带我去见陛下吗 我有要事 想要告诉他 这要巧 温帝眨了眨眼 轻笑起来 正好陛下也想要见你 跟我来吧 第1006章模影 大酋长意外地没有在书房接见他 洛家跟随温帝 走进城堡的一层会客厅时 发现大厅里除了罗兰 温布顿外 还有一名有些陌生的女子 他好奇地多打量了对方几眼 而后者也在注视着他 不过令狼女稍感不适的是 女子的眼神中带着一番审视 仿佛想将她浑身上下看透一般 你来了 罗兰依然是那副轻松温和的神态 我找你是因为 有个新的任务 打算交给你 坐下来说吧 是 在乌东城待了半年 洛家也 基本摸清了 大酋长不重礼仪的脾性 翘起尾巴 静止在那名女子对面坐了下来 不过请先允许我汇报一个消息 有关极南境方面的 哦 对方挑了挑眉 你说 洛家将父亲听到的风声复述了一遍 我虽然觉得 铁沙城士族 对碧水港构成不了什么危险 但还是提高些警惕比较好 开垦一片土地 需要花费许多力气 破坏它却很容易 特别是第一军主力 全部回到吴东城的情况下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罗兰摸着下巴道 事实上在制定谦移计划时 参谋部就有过这方面的考量 现在差不多已有一年时间 他们也应该做好了准备 洛家若有所思 他们是指 你猜的没错 罗兰笑着回道 在神异之战的威胁未解除钱 第一军不可能估计到王国的每个角落 极难尽的是 还得靠当地力量来解决 他顿了顿 当然 不管如何 我都得向你的父亲表示感谢 如果他愿意介入进来 此事处理起来必然更加稳当 或许我可以写一封信给父亲 狼女下意识地回道 直到话说出口 他才发觉自己已不经意间站在了吴东城 或者说大酋长的角度上 既然是政治交涉 还是由我来吧 罗兰摆摆手 何况我找你来 也不是为了讨论这么严肃的问题 先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女士叫 梅依 你或许听过她的另一个称号 西井之星 心花 剧团 洛家微微一愣 她对戏剧没有太多兴趣 就连这个名字都是从回音那儿得知的 只知道里面有两名 极受吴东人喜爱的演员 新花剧团也是因此而得名 不过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狂言士族的三公主殿下吧 不愧是沙漠民族 确实和我们有些不大样呢 梅依终于收起了沈氏的目光 起身向她优雅地行了个礼 初次见面 洛家小姐 之后的合作还请多指教 合作 洛家一脸茫然地望向大酋长 对方既不是女巫 她也没有回音那样的表演能力 合作从何说起 是这样 罗兰仰起嘴角 你还记得我说过 要让更多的人 接受那些能力和你相仿的女巫吗 灵魂不应该和外表挂上关系 不管他们有着异于常人的部位 还是脸上长着鳞片 本质上仍是我们的一员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 戏剧无疑是最快捷的方法 你想让我去演戏剧 洛家顿时有些慌神 虽说决心不再掩饰耳朵和尾巴后 当地人并未对她表现出过明显的排斥之意 但这和刻意站在大众目光焦点下 完全是两码事 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那也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何况我在吴东城 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恶意 也许您应该找别人来 放心 罗兰像是看出了她心底的想法 你不用在大家面前表演 观看着也不是吴东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我把她称作电 不 魔影 魔影 狼女重复道 大酋长拿起桌上的一块古怪金石 向她晃了晃 这时她才注意到 那并非一块普通的装饰物 银白色的棱柱体上镶嵌着三颗璀璨的宝石 周围还可有树到幽蓝色的条纹 晃动之下 她甚至能看到 纹路里有冷光在流动 这东西叫时光浮印 和神异浮印一样 都是塔奇拉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技术 能通过不同魔石的组合 来实现多种多样的魔力效果 她解释道 不过时光的作用并不是改变时间 而是能将一段景象记录下来 并反复播放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胜利 从那头巨大的恐兽和高阶魔鬼身上 收缴到了许多品质上架的魔石 这种价值不菲的福音 还真不容易得到 换句话说 此次演出的舞台不在中央广场上 也不在任何一块方寸之地 而是这个真实的世界 当我听到魔力 还能做到如此奇妙的事情时 心中的惊讶和欣喜 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梅一感慨到 恶家小姐对戏剧可能没有太多了解 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演员受到年龄 经验 状态等因素的影响 很难在每一场戏剧中 都保持同样的水准 因此其巅峰之作 永远只有一次 但现在陛下却能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也就等于 只要事先做好准备 多排练几次 就能将最精彩的表演 反复重现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神情 都处于全身心投入的状态 这对我们来说 简直就跟奇迹一样 听说这种福音 原本只用来记录意义重大的会议 祭奠景象 能联想到戏剧方面 并决意排演一场 基于真实背景的故事 不得不说 陛下的这个想法 实在是太天才了 梅伊毫无保留地称赞道 我敢打赌 只要把该消息放出去 任何一名戏剧演员 都不会无动于衷 哪怕是倒贴金龙 他们也绝不会放过 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嗨嗨 大球长罕见地出现了 不好意思的神色 这份荣誉 当然由新花剧团来活得更好 费近两年 为了宣传政令 你们也付出了很多 说完他妄想落家 你觉得如何 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 我差不多花了半个月的空闲时间 才把他写完 来着 即使到最后 落家也没太弄明白 魔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既没法 把戏剧和奇迹联系在一起 也不想将宝贵的时间 用在这种毫无兴趣的事情上面 只不过 当听到大球长说 这场戏剧是专门为他创作出来时 他却不由自主地改变了决定 既然如此 那我试试好了 落家抖了抖耳朵 回答道 第1007章 时光复印 等到所有人告退后 叶英才出声道 半个月空闲的时间 你不是两天前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罗兰装作若无其事道 如果我不 这么说 你觉得他能立刻答应下来吗 若是落家不同意的话 这个剧本 就只能换成穷来演了 而后者到现在 都无法正常交流 只有在闪电和卖钱面前 才会表现的放松点 即便让梅伊来指导 恐怕也没用 所以我说得如此正常 对方才不好推脱啊 这也是交涉的技巧之一嘛 好吧 就算你说得没错 叶英撇撇嘴 小声嘀咕道 可为什么我觉得 他答应的原因 根本不是这个 呃 你说什么 不 没什么 他吹了声口哨 往嘴里塞入一片鱼竿 吉南进那边的事情 真的不要紧吗 罗兰耸耸肩 也没再深究下去 如果是在大歉仪之前 或许还算是一个 颇为不利的消息 毕竟那时候 谁也不知道 避水港的生活会是怎样 但现在保守派 在想从中做梗 已经太迟了 黄燕组长会写信 告知落家这点便是证明 既然选择 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话 他们就注定掀不起 太大的风浪 在坠龙岭 和碧水港 两地 各驻扎有一支 五百人的新兵部队 不过他并不打算 动用这部分力量 深入沙漠 只要通知 仍留在南静的布莱恩一声 后者就应该知道 要如何处理此事 说服于展示力量的阶段 已经过去 如今还有人想破坏秩序的话 他也不介意 让对手品尝下 专政铁拳的滋味 只是这种小事 不值得投入太多精力 罗兰将注意力 又一回到了时光福音上 邪月降临 至今已有半个多月 若是以往 吴东城的工作重心 无疑已从建设扩张 转移到保卫城市上 这一点 甚至不需要多加宣传 人们早就摩拳擦掌 做好了和邪兽战斗的准备 然而奇怪的是 整个西北方一片寂静 不说大规模的混合种兽群了 就连零星的邪兽 都很难看到 闪电曾一度飞至赫尔梅斯高原 而那边的情况同样如此 新盛城墙头 飘起了徽宝王室的旗帜 修女们来来回回搬运砖块 修起着新的碉堡 寒风领驻军也已进入了防线 可雪原尽头皆是一片空白 仿佛沃土平原都被冰封了一般 经过一番讨论 古女巫给出的结论是 或许正是魔鬼为他们 挡住了邪兽的入侵 这么想 导也合情合理 虽然塔其拉废墟 只是平原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点 但背后必然是魔鬼繁杂的 运输红线和哨战 恐怕那些邪兽 早就被倾脚干净了 无论如何 边境一片安宁是事实 加上受大雪影响 各项工程的建设进度 都迟缓下来 在这个极度缺乏娱乐活动的时代 稍有点空闲 都会被城被放大 看看 城堡每天沉迷于打牌与酒宴的女巫 即可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大胜之后 最忌讳全面放松 为了让城市保持活力 同时也给女巫 找点释放魔力的途径 拍场电影的想法 便应允而生 时光浮印的效果 罗兰在旧盛城的倒影教堂里 便已见识过 其完全拟真的画面与临场感 几乎称得上是 碾压后世的3D摄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本就是对现场的一种重现 在虚拟现实技术得到突破前 这种浮印 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应用价值 光是一场普通的舞台剧 也能让城鸣 看得津津有味 换作是真实逼人的立体电影 又会是什么反响 因此 当梅伊听到这个想法 并亲身体验了下 从旧盛城带回来的浮印后 激动的甚至有些失态 也不难理解了 对他们而言 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 若是能在其中留下身影 必然会被整个戏剧界所铭记 当然 它恐怕很难想象得到 电影这东西问世后没多久 就以不可阻挡之势 取代了戏剧 并一跃成为演艺领域上的那顶王冠 不过时光浮印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缺点 只能从魔鬼那儿 获取原料不谈 首先它无法更改 已经录入的内容 根据艾可杀的说法 一组时光 差不多能连续记录六个时辰 只要注入魔力 它便会捕捉面 朝魔石一方的景象 中断则停止 这也意味着 中途一旦出现差错 就必然会留下瑕疵 想要消除它 唯一的方法 是激活超过六个时辰 令其从头开始 当然 前面拍好的部分 也会被一并覆盖 其次 该扶印无法重复利用 和聆听一样 时光 也是一种特殊的 组合型浮印 不过前者是形成共鸣后 切开基座 使其成为听和说两部分 后者则恰好相反 水晶制成的基座顶端 还留有一个凹槽 当潜入最后一颗魔石 并赋予魔力之血后 无论记录了多少内容 它都会从捕捉 转变为释放 该过程不可逆 玻璃魔石 会导致浮印被彻底破坏 对记录历史来说 显然是个优点 只要变成释放状态 就永远不用担心 重要内容被抹去 但换成拍摄电影 这一点 就十分让人糟心了 无法及时看到表演效果 单个场景 必须一次成型 还不得有任何差错 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办到 不过罗兰 还是找到了一条解决途径 那就是 先让阿夏来回溯场景 这样 无论失败多少次 都不算正式拍摄 直到各方面 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后 再由手握时光浮印的摄影师 进场录入 由于回溯能力 可以快进 慢放和暂停 因此只要处理得当 就连子弹时间这种特效 都能重现出来 至于回溯没有声音的问题 则大可交给回音 来进行二次配音 如今所有条件都已成熟 只待演员进场 一想到 这东西问世后 能带来多大的轰动 罗兰心里便充满了期待 在城堡浴室 洗去一身汗水后 洛家顶着浴巾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不等尾巴彻底干透 他便一头 扑倒在柔软的卧床上 一天的切磋 几乎消耗掉了 他所有体力 浑身上下 仿佛都酸痛不已 但他却感到十分畅快 不管自身技巧有没有进步 至少总算是从 荒废中摆脱出来了 接下来应该能睡一个好觉才是 就在这时 他眼角的余光 瞟到了床头柜上 摆放着的黄皮本 那 对了 剧本 洛家竖起耳朵 将玉京挑落 解开衣袍 钻进被窝后 顺手把剧本抄到了手中 二位梅依 莱尼斯女士似乎说过 任何戏剧 都需要先熟知故事内容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向他询问 不过 这并不是三公主关心的问题 他只是想知道 在大酋长的心目中 自己是什么样的 既然是专门为他 而创作的故事 或许能做个参考 国家深吸一口气 翻开封面 接着一行标题 映入了他的眼中 《狼心奇缘》 第1008章 《狼心奇缘》 在一座背靠群山 面朝平原的山岳之都里 生活着两位可爱活泼的小公主 两人极为要好 形影不离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引起民众的注目与欢呼 可惜好景不长 在14岁那年 姐姐觉醒成了女巫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 人们之所以能在此 险峻之地定居下来 和女巫的帮助分不开关系 问题就在于 姐姐获得的能力如此怪异 不仅没有让她 变得更加光彩动人 反而破坏了她原本交好的面容 她的耳廓逐渐萎缩 喉顶则长出了毛茸茸的尖耳 手指变长 且被难以剃断的毛发覆盖 就连脸旁都隐隐 有些不像人类了 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女巫 就连宫廷导师都不敢确认 这是由觉醒引起的 不知道谁先开的头 但随着长公主的状态 没有丝毫好转 宫中渐渐出现了诅咒的说法 所以我需要扮演的是姐姐吗 我家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 还好 两甲并没有长出短毛来 不过大酋长的描写 也太可怕了点 她是因为反复使用能力 才变成了这副模样 如果刚觉醒 就有非人化的趋势 不遭其他人排斥 和憎恶才奇怪呢 或许这里应该再改一改 党女翻过身子 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兴致盎然地翻开了下一眼 尽管妹妹一点也不介意姐姐的变化 可姐姐自己亦感受到了 体内力量的增长 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大 几乎难以掌控 为了不伤害妹妹 她刻意疏远了对方 并将自己关在了王宫深处 无话不说的两人之间 出现了裂痕 而这一格便是四载 直到妹妹十六岁那年的冬季 遍故陡然降临了 一位异国王子来到山岳之都 说要迎娶小公主 她的车队在城外足足排出了五里地 她的手下尊称她为世界之主 她身上的金银珠宝比太阳还要黄眼 她的外貌更是能让全城少女目不转睛 国王大悦 在王宫举办了盛大的宴席 招待这位远方贵客 所有贵族都对她交口称赞 认为小公主若能嫁给这样的人 必将为山岳之都带来无上的财富与繁华 我不同意 就在这时 许久未曾露面的长公主 突然出现在宴会大厅中 她无法坐视妹妹 就这样被人夺走 然而四年的隔阂 却让妹妹产生了犹豫 伤心与失望之下 她的力量终于失控 不仅将大厅扫了得七零八落 还打伤了异国王子 并逃出了山岳之都 啊 这笨蛋 洛家不由地扶住了额头 能力可不会越藏越熟 长公主一定是缺乏练习 一开始 洛家只打算草草翻越一遍 但看到此处时 她发现自己不止沉浸了进去 而且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后面的事了 姐姐离开王多后 解开了对自己的所有束缚 并在成年日的魔力增幅下 变成了一头真正的巨狼 同时 她也发现了异国王子的诡异之处 明明是在漫天飞雪的冬季 那长城的车队 却没留下任何折印 即使夜幕降临 整个大地都被严寒所统治 车厢里也没有一丝灯火 仿佛待在里面的 都不是人类一般 另一边 妹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个世界上 她唯一不想失去的 便是她的姐姐 在伙伴一只鸽子 和一条鱼的帮助下 她逃出了王宫 想要找回离去的长公主 半路上 她与追上来的王子 狭路相逢 见劝阻无效后 王子亦不再掩饰 撕下身上的伪装 她的解释来龙去脉道 山岳之都一守难攻 若能从内部打开防线 魔鬼大军即可趁势而入 并通过城市的山间密道 将刀锋直接插进 人类居住的核心腹地 而此刻 她的手下就隐藏在幻象车队中 正缓缓通过大开的城门 无论人类再怎么挣扎 都已经太迟了 妹妹虽然被掳走 鸽子却偷听到了 这个惊人的消息 并告诉给了姐姐 长公主毫不犹豫地 反身杀回 冲进混战中的城市 帮助卫兵一点点扳回了烈士 并最终带着 幡然醒悟的众人 攻入了王宫 决战最终在魔鬼领主 与狼心女巫之间爆发 经过一番激战 长公主终于杀死敌人 拯救了妹妹与王国 可自己也因为伤势过重 而辞世 二公主接过王位后 在城中建造了一座雕像 用来纪念自己的姐姐 这段感人之深的故事 也被世人所铭记 并将一带带传承下去 洛家和尚剧本 揉了揉有些酸麻的脖子 长出了一口气 他感到了由衷的满足 毫无疑问 在大酋长眼中 自己已是一名杰出的武者 不单能够保护同伴 最后更是力挽狂澜 单枪匹马地 救下了整个国家 这种褒奖 简直让他的尾巴 都忍不住立了起来 至于和敌人同归于尽的结局 他也丝毫不以为意 战死沙场本就是一种荣誉 敌人越强 这份荣誉便越高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故事里的长公主 缺了一位娜娜瓦小姐 不过剧中 仍有几个无法理解之处 比如 为什么姐姐 会因为妹妹的出嫁 而失魂落魄 那时候 敌人尚未露出马脚 面对如此优秀的婚配对象 怎么看 都应该是祝福才对吧 还有魔鬼领主 也是 直接把二公主抓回去不行吗 非得把目的解释得清清楚楚 生怕对方听得不够明白一般 实在是太大意了 但 管他呢 既然答应大酋长了 就认真把戏剧 不对 魔影也好得了 至于训练的话 再晚上半个月也不迟 多加得意地伸了个懒腰 带着笑意地进入了梦乡 第1009章 《沉默》 三天后 《狼心奇缘》正式开拍 罗兰早已预料到 这将是一场极为新奇的体验 却没想到 他会有意思到这个程度 项目启动的第一天 便吸引了女巫联盟所有成员的目光 哪怕 没有真正看过电影 也毫不妨碍 他们根据参与者的现场排演 想象出该剧的精彩程度 更何况 一部分演员还是古女巫 有了亲身体验者的回声描述 更是将魔影的吸引力 提升到了巅峰 如果在女巫群体中 做一次你最想去的地方的调查 答案必定是梦境事件 他们去不了梦境 如今却有机会看到 那个世界中的戏剧 此份诱惑 自然非同小可 次日 从早到晚的吃喝打牌现象 顿时销声匿迹 取而代之的 是 众人请求加入到拍摄中来的 强烈呼声 就连提力都没有例外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提出要求 因此 剧组不得不临时更换了 几批演员 只要不影响日常生产 罗兰对她们的加入 乐见其成 而更多女巫的参与 也让戏剧的走势 变得愈发清奇起来 例如拍摄者 便由一开始的艾米 换成了闪电 为了表现姐妹的亲密无间 与孩提时代的幸福生活 小姑娘 从寒风呼啸的 吴东城上空栩栩落下 将白雪挨挨的城市轮廓 尽收眼底 接着她 一路掠过街道与往来的行人 纵身飞入挂着冰棱的城堡窗口 落到熊熊燃烧的壁炉前 庞大的城市 与狭小的卧房 冰雪与火焰 脚步匆匆的路人与欢笑 姐妹 三组对比 瞬间勾勒出了两人紧密相连的内心世界 当然 罗兰费了好大一番口舌 最后连拙劣的绘画技巧 也一并用上 才让大家明白了镜头的意义 同时她注意到 自己用纸笔讲述基本的拍摄技巧时 一旁的眉一眼中 闪烁着难以言喻的光芒 不可否认的是 西境之星在戏剧上 确实拥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天赋 她仿佛能在脑海中 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图景 剧台上的一人一物 都能成为她利用的对象 这点优势 对于在固定区域内表演的传统戏剧而言 并不明显 但换成镜头语言后 她的才能犹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宣泄口 而另一个公认的天才 二公主扮演者爱玲 则显然没有这样的天赋 之后 各种视角的切换变成了常态 从单纯的模仿到举一反三 期间 不过短短数天时间 甚至一些手法 已有了几分现代电影的味道 在一国王子登场时 她便采用了 从局部到整体的拍摄方式 先是欠满珠宝的长靴 再到金灿灿的斗篷与锦衣 最后是带着微笑的俊俏面容 接着顺势扩展到尾随的华夫士从队伍身上 将其富贵逼人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顺带一提 王子的扮演者正是她的丈夫 卡特 兰尼斯 尽管罗兰不想承认 但经过细心打扮的首席骑士 如今确实是吴东城的颜值代表 而镜头的运用 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更令人惊叹的 是特效的 出现 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新鲜的点子冒出 并在此基础上 延伸出不可思议的视觉效果 比如出自索罗亚之手 足可依甲乱针的立体背景 比如雪轮制造的闪电特效 还有夜莺的迷雾 剑影 莫利尔的魔力蒲丛 幽影的幻象分身 白希更是一人分尸两绝 歌子形态时 是妹妹的好朋友 化身孔兽后 则成了魔鬼领主的得力干将 在雪原里和狼女打得难分难减 其场面之激烈 完全可以用地动山摇 鸟兽飞散来形容 当然 这些特效 也离不开联合蜜糖的支持 魔影拍摄到一半时 参与人员已经超过了300人 不只是女巫联盟 沉睡魔咒和塔奇拉移民 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与其说这是一台戏剧 倒不如说 更像是一场狂欢 站在城墙上 罗兰望着不远处 热闹非凡的人群 心里不禁有些感慨 她没想到 破开三方隔阂 拉近相互距离的 会是一场电影拍摄 如果说这几个团体在此之前 还隐隐存在着彼此之分 就好比游河水 会聚在一起时 会慢慢分隔开来 那么此刻 她已看不到明显的差异 无论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大家都将其用在了 同一件事物上 没有强与弱的冰冷 界限 也没了地狱和派别的区分 只要开动脑筋 就一定能在其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种感受无形中 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也令创作成果成为了 联系众人的纽带 对她来说 这还真是一个意外之喜 罗兰喝出一口白气 转头看向安娜 你不去和他们放松一下吗 最初夜莺 也只在需要用到她的能力时 才会下场拍摄 但到后来 她已经完全乐在其中了 待会还要继续忙吗 安娜伸出手 展示了下袖口上的油污 图纸上的内燃机零件尺寸 并不能完全作为参照 仍需要进行调整 而且 嗯 罗兰眨眼道 和你待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放松了 她微微一笑 将头靠在了她的肩头 温热的火焰四散开来 驱散了风雪中的寒意 罗兰也闭上了嘴 和她一同享受 这份忙里偷闲的宁静 过了好一会儿 安娜才轻声道 你沉默的未来 已经实现了 她顺着对方的目光望去 随戏剧融合在一起的 不只是来自各地的女巫们 还有剧组里的普通人 梅依正比划着手势 似乎在教导洛加和卡特 如何演上一场对手戏 爱玲蹲在一旁 开心地给麦茜梳着头发 而后者则半眯着眼 一副享受的模样 剧团新人们 同神法女巫一道 摆放着下一幕所需的道具 一起分工明确的工厂车间 这里的相处 无疑更加自然协调 和能力无关 在包裹一切的白雪之中 他们都成了同一类人 不 还有一部分没有实现 罗兰摇了摇头 你是指挥保其他领地吗 那些城市 应该也不会太遥远 才是 我说的 不是普通人和女巫的关系 而是另一个沉默 她笑着回道 原本我觉得 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再按照流程 一步步来实现它 但现在我发现 其实那些有没有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去做 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有解决的方法 就像这场电影一样 正因为什么规程都没有 才能带来更多惊喜 所以这个承诺是 安娜仰起头 眨了眨胡蓝色的眼睛 在波兰威福的湖面上 她仿佛能看到倒映的雪花 登基为王 波兰顿了顿 随后一字一句说道 然后娶你为妻 第10101章 宣泄口 陛下 陛下 请三思啊 还没见到其人 市政厅总管的哀嚎声 就已经在门外响了起来 等到巴罗夫 赫蒙气喘吁吁地 跑到办公桌边 罗兰才好证以侠地 放下手中的茶杯 三思什么 登基大典吗 不 我是说 向所有领地公布 您将取一名女巫 作为王后 老总管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戏汗 一边偷偷瞄了眼国王的身后 这件事实在不妥啊 陛下 当通告你给市政厅后 罗兰就知道 此消息绝对会掀起波兰 因此对方的反应 正厅的声音 做出这个决定 并不是因为他一时心血来潮 协阅结束后 吴东城军队 将再次进入沃土平原 以拔出魔鬼 在塔其拉的最后据点 加上各地春耕 新的建设计划 以及贸易等事项 可以说 来年整个汇报都会非常繁忙 按照传统章程来登基的话 从邀请兵客到正式加冕 差不多得持续两三个月的时间 算上婚礼就更长了 这等于变相拉低了王国的生产力 和平时期半上一场 还无妨 在如今显然不是个好选择 而今年冬天出现了难得的宁静 此举既能激发领明的活力 亦不需要大动干戈 最重要的是 罗兰希望能更早一些完成这份沉默 当然 作为一位大权在握的封建君王 他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来达成此事 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 无论多么荒唐的命令 和看似不可能的要求 都能在统治者的意志下成为现实 何况这事远没有那么夸张 不过市政厅的框架 既然是由他一手打造 如无必要的话 他也不会想要亲自拆了他 在规则内运用权力 比肆意挥霍 他要高效得多 理由呢 罗兰敲了敲桌面 故意问道 当然是 是继承人 巴罗夫即道 女巫没有办法生育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特别是在大战即将到来之际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其他贵族又要蠢蠢欲动了 民众也没法安下心来 他咽了口唾沫 如果您只是想和安娜大人在一起的话 其实完全不需要这么做 哦 你的意思是 您只要迎娶一位小贵族之女就行了 总管出谋划策道 他可以用来堵上众人之口 必要的时候 露个面就行 至于您今后怎么对待 他都无所谓 有了这一层 遮挡 您大可做您想做的事情 所以安娜 就不能得到这个名分 叶英突然打断了对方的话 只因为她是一名女巫 我觉得安娜大人 不会介意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巴罗夫咳嗽两声 如果是为了王国稳定着想的话 倘若陛下开不了口 我可以代为传话 你又不是他 怎么知道 他不会介意 就这份感情而言 我敢打赌他 绝不希望看到 一个傀儡介于其中 但这跟感情无关 而是继承者 逗了 罗兰抬手道 说来说去 只要给下面的人 一个合理的宣泄口就行了吧 宣泄 口 巴罗夫微微一愣 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态 击败教皇后 我夺取了他的所有寿命 根本不需要谁来继承这个王位 这也是我决定迎娶 安娜的原因 可惜包括你在内 只有少数人知道此事 对于那些完全不了解 他们恐怕很难相信 正因为如此 才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寄托 或者说宣泄口 方能安抚他们的不安 我说的没错吧 自从在寒风岭 与教会一战后 市政厅高层或多或少 都知道 他通过了一场 名为灵魂之战的考验 胜者赢得所有 败者失去一切 虽然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 但古女巫的出现 以及灵魂转移的存在 为这一说法 增加了许多可信心 而在统一战线会议上 他正式用该理由 说服帕沙等人后 大家便默认了这一说辞 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阿罗夫全然不知 自己正在一点点落入圈套 只要有一个名义上的继承人 反对的声音 就会自然平息 所以 我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博兰耸耸肩 一年前 进攻赫尔梅斯时 我偶然发现了 歌龙 温布顿的情人 而这名酒馆侍女 怀上了他的血脉 您 说什么 总管顿时瞪圆了眼睛 您确定那孩子是温布顿的 啊 头发和眼睛都是灰色的 他点头道 您 您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被你知道了 母子俩能不能活到现在 还是个问题呢 博兰端起茶杯 喝了口水 怎么样 一个现成的宣泄口 不是比你出的主意更方便吗 一个永远不可能登上 王位的候选继承人 可以提供充足的话题性 同时不具备任何威胁 并且随时都能被取而代之 看到巴罗夫闪烁不定的眼神 罗兰就知道 对方一定想到了这些 甚至不需要多做什么 只用向领明公开 有这么个人 然后把他召回吴东城就行了 剩下的部分 群众会在议论和扩散中自行补完 如果生母是酒馆侍女的话 这孩子只能算私生子 必须给他安排一个更高的身份才行 否则会引来非议 还有 这名侍女最好也得看管住 比起贵族 他们确实更好控制 巴罗夫已然在心里盘算起来 罗兰不禁仰起了嘴角 眼前的场景 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 他刚刚成为温布顿四王子的时候 不过那时候 他需要费尽唇舌 才能将对方引入自己的思考节奏 现在却只需简单几句提点即可 只要是出自他口 就没人敢轻易质疑真伪 哪怕是永生这种事 也一样 你去做个计划吧 还有登基之事 都规划好了 再拿给我过目 他摆摆手 示意对下退下 等巴罗夫离开后 罗兰才长出了一口气 没想到你会为安娜鸣不平 道歉 我忍不住就 不 不用道歉 你做的一点都没错 他忍不住打亮了夜莹两眼 发现他的神色 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 只是我以为你会 会什么 愁眉苦脸 黯然伤神 夜莹白了他一眼 我还觉得 你提得太晚了呢 当然 若不是安娜的话 我也不会让出这一步 连想到那次他失踪两天后 再次出现时 卸下重负的神情 罗兰也只能想到 这其中的变化 都跟他和安娜的 那个约定有关了 尽管心里无比在意这个问题 不过他最终 也没有问出口 不过他